我只能說我們民進黨 沒那麼多心眼 因為你看 對 你看我其實剛 我很久沒有看到 像立文 韋漢 他們那麼燦爛的笑容 從禮拜一賴清德去登記以後 我看他們兩個 你真的太少看見他們 大概上一回看到他們的笑容 是從三四個月前 寒神崛起以後 他們那時候也是很燦爛 寒神 現在大家是逢寒必頌 一定要歌頌一番 你看到他們的笑容 你的結論是 民進黨完蛋了 我很欽佩 沒有 我覺得我們應該這樣 良性的競爭互動 但是我們這個評論 要有一致的標準才對 比方說元首外交 我們是不是應該不分政黨 全民應該要支持 過去馬英九那12年以來 他總共 那八年他總共出訪12次 每一次民進黨都沒吐槽他 如果說蔡總統這一次 去索羅門軍島 說送三個友邦各一收 才六噸的 八噸 八噸的巡洋 價值600萬 對 2011年馬英九光是巴拿馬 就13億美金 390億 給巴拿馬什麼 給他買總統專機跟蓋醫院 接著隔一年馬上又連著 簽了5年的金元 是22億美金 所以這600萬台幣一收 總共才三收的這個巡邏件 連利息的利息都不到 但是我們那時可曾 有那麼延遲批評或者消遣 也與馬英九沒有 我們也沒有說 那我現在請問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可以大撒幣 大得做金錢外交 你們連提也不提 所以你現在是在罵他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一致的標準 如果我們國家 要維持這些合一的 正式的邦交的時候 一個合理的出門的一個見面女 這是必要 如果這跟馬英九 帶出去那麼大撒幣來比 這個是小巫見大巫 這一次還爺爺說 索羅門群島可能跟我們斷交了 索羅門群島 馬英九上回去才搞了烏龍 他不是送手機給他們的酋長嗎 那酋長還抱怨 他們那國家也沒有網路 通訊根本不良 收訊不良 他完全都沒有 搞不好人家現在是報復那個手機 對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來 我們不要互相野餘這個 韓國瑜要去拚外銷這個很好 蔡英文總統拚外交 應該被等同的重視 而不是說 韓國瑜拚外銷 他就是拿訂單拿錢進來 蔡英文就是傻幣 不是 我們也不會互相野餘過去立屆總統 是否他的外交就叫金援外交 我剛剛講這麼大筆金額 數以美金一元來寄 一元美金來寄的這種外交 我們也不去互相野餘 這個應該是我們國家 他關幾門來檢討 但是至少小英他沒這麼做 他沒這麼做 至於蔡賴佩這個 我們民進黨是最有機制 由下而上最早有這種總統初選制 我們這總統初選已經用20年而已 現在國民黨還在那邊瞧不定 什麼規則都還不定的 然後還拿來 也是拿這個要野餘民進黨 我們民進黨很快 這一個月內就馬上見真章 你們五人的協調督導小組的功能是 五人都是大佬 裡面至少有兩位都沒有任何表態 很持平 但是有三位表態 我今天早上有機會遇到 卓榮泰主席 我看他也是很淡定 而且很公正 他講的那些話他不偏任何一方 他訂的這個方法都非常的好 至於說延這個八天 因為總統初訪八天 那只是這個 剛好那個八天 他不在這個騎乘的延後而已 所以這個是 當蔡賴雙方都統一之下 我覺得這個 我們不是他們當事人 毋庸自舵 直接如果最後是賴清德出現的話 該怎麼辦 賴清德出現 那就賴清德 你們就支持賴清德了 當然 我們明講就是這麼團結 但是我還是認為 我們多數基層希望說 蔡賴配讓最強的出來 現在最強是蔡賴配 你覺得蔡賴有可能配嗎 為什麼不是賴蔡賴 你覺得蔡賴有可能配 最常為什麼不是賴蔡賴 因為這個當然很多原因 我也要分九集跟你解釋 我們不要在這邊 浪費大家時間 今天應該第二集了 我昨天給你錄一集了 那個是我要耐心的說 他退出新潮流 那個也是分九集 第二集呢 第二集我有稍微現露一下 第一集你要他做事他沒做 他倒數全會是 他還在思考 你第二集要他做什麼 他沒做了我再來講第二集 他已經沒做了 不是 你還在期待他會做 我剖析為什麼要退出新潮流 先生 我補充一句 因為剛剛菁哥在講 因為我對於總統出訪這事情 是還滿有感的 因為我一共去了15次 就是說我出國跟馬英九出國 去採訪很多次 剛剛菁哥講那個 我就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菁哥有講到說 花了2300萬美金 幫他買總統專機 事實上你還有講到醫院 所以菁哥其實是有備而來 他要查資料 我跟大家講 當時外交部的部長是楊敬天 總統是馬英九 播給巴拿馬的時候 就是要救援當地的平童 蓋醫院 做醫療專機 一旦需要後送或怎麼樣的時候 他需要那個飛機去載送 是一個有醫療 剛時答應他的是這樣 結果巴拿馬總統自己拿去買飛機 我們外交部也有適度 不能講抗醫 為了幫教 但是你看現在到事後 他就講就是 好像花錢去讓他 給一個總統自己去爽 自己的一個專機 可是實際我們給的預算 不會說是給你買一個總統專機 然後另外去蓋醫院 他本來就是配套的 可是事後有沒有批評 太多了 我就剛剛查 蕭美琴委員也在立法院裡面罵 總統出訪 馬英九 他2016年在1116 蔡英文總統他上任選贏之後 上任之前也罵說 你憑什麼再出國 民進黨過去對馬英九出訪 這件事情其實是沒有少罵過 我剛剛沒有批評蔡總統 我只是說總統出訪這件事情 從過去阿扁 馬英九到現在蔡英文 他不太會在民調上面加分 另外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我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彭明明是怎麼講 因為剛剛光是講 大家可能沒有了解到 彭明明是非常措詞強烈 不是我亂講 他真的是講有沒有 這是彭明明今天的投書 他寫去自由時報 3月20號早上6點鐘看出來 彭明明 這是揭露 因為他滿長一動 我把重點把它攪拌在一起 他講 連任優先是遇連任者純為自己自私 而發明的無恥口號 民主世界絕無僅有 所以我剛剛講 彭明明講說 連任優先是無恥口號 這也不是維含創的 是真的是 所以其實現在這樣講的話 當你已經要進入初選的時候 還一直去講說 應該蔡賴佩比較好 這件事情對蔡英文 對賴清德來講都不公平 因為蔡賴佩就是連任優先的概念 因為蔡在前面 剛剛其實惠廷也問了 為什麼不賴蔡佩 民調一做說不定賴蔡佩破表 51%的支持度 特朗還可以連任 不過美國也是採用連任優先 所以你會看到克林頓 他當了第一任 他要競選連任的事 也是他優先 那麼現在的特朗普 即使民調低成45%以下 但是共和黨內 還是不會有人要來挑戰他 還是連任優先 不是每個政黨的內部規定不一樣 因為民進黨是有強調 他不是現任優先 就是他自己的內規裡頭 美國沒有規定連任優先 那只是個狀況 大家就是尊重現任的 但是你要挑戰是可以挑戰的 對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們上一次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他們有訂出三個規則 就是第一個就是連任優先 他們還是有訂出這樣的一個規則 連任優先 當時在民進黨內也沒有意義 第一個就是連任優先 第二個就是監困地區的話 可以徵招 第三個就是全民調 就是如果不是監困地區那麼全民調 他們也訂出這三個規則 也都在黨內獲得同意 所以如果按照彭密敏這個說法的話 民主進步黨應該要改名字 民主要拿掉 因為民主國家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他們的權貸會訂出這樣的一個規定 所以他就不能夠再叫民主進步黨 他應該叫做這個不民主的退步黨 如果當天以拜英賴清德來登記 我們黨不受理 然後還譴責他 說現任優先你不該來登記 這個改名我沒話講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為憑彭明敏的羅子 他在批評彭明敏 不是 彭明敏講這個 他只是用這個他個人的看法 他認為說是不是 我們基層這些聲音要拱蔡賴貝 所以他的一個回應 你覺得彭明敏心裡想的是蔡賴貝 不是 他認為 我一直講說我們基層希望蔡賴貝 蔡賴貝就是蔡優先 所以彭明敏有意識到說 覺得這樣好像是大家認為 蔡賴貝的聲音是不民主的 對 當然這是他個人的看法 我非常尊重彭明敏教授 所以彭明敏教授 你剛才的說法 我覺得彭明敏教授講得都對 但是他講的這個 就是一拳打到棉花裡面 因為我們民進黨現在就是尊重 這是我們民進黨是率先 國內所有政黨率先 確立的一個民主的機制 是提名初選的機制 而且這個機制 我們大概二十幾年前就用過了 1984年 不1994年的時候 那一次就用過了 所以事實上 民進黨最早確立這個制度 而且民進黨也一直在 實驗 驗證這個制度 這一次並沒有拒絕賴清德的登記 沒有 齊城也照這樣排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你要拿實質 民進黨有什麼不對的來講 現在民進黨的中央黨部做的事 現在是國內所有政黨 包括最大的反對黨國民黨 所做不到的 國民黨你現在連提名的機制 齊城怎麼樣 也是要變來變去 因人而異 因人設事 現在要因神設事 國民黨有一個王牌他不怕 對 我就 黃議員你們現在的 你們要改成因神設事 我不是國民黨 我說民進黨現在的尷尬就是說 我一句話要講 尷尬就是說不管是賴清德出來選 或是蔡英文出來選都輸 如果賴清德 那是你說的 你不要跟他冷水 明調說的不是我講的 是明教講的 蔡賴配在一起就會贏 那是特定的民調出來的 民意是起起伏伏的 有的民調是亂調 不是嗎 我再一句話就是說 如果今天綜合各的民調 賴清德是可以打敗 韓國瑜打敗柯文哲 獨走第一名的話 我絕對不會多說一句話 問題他不是 你是會贏就好的就對了 不是 他根本就是第三 第四 再打來打去 那吵什麼 第一名第二名都不是賴清德 我們從來沒有否定你講什麼 不過你可以看 我們前幾屆的總統 陳水扁投一次當選的時候 一開始出現他也是第三名 你說2000年 對 所以這個 這不是這樣 民意起起伏伏 而且現在還沒正式開始對打 是不是這樣 不是 現在以你對於賴清德的了解 你覺得他會跟蔡英文配成蔡賴配嗎 我個人心裡面有一個看法 那也是在我另外那9集裡面 這個現在不方便講 現在不方便講 慧琳你幫他講 你這個通道費要扣 什麼都不方便講 你真的有損觀眾的權益 我要講 就是說其實賴清德出手 真的快很準 你看他光是單挑韓國瑜那一句 你就可以發現賴清德真的是 政壇裡面的高手 他講韓國瑜那一句說 我要國民黨最強的出來跟我對壘 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已經就是打了蔡英文一個耳光 第一個他出來領表就是打蔡英文耳光 第二個他說要跟韓國瑜對壘 又是打蔡英文耳光 為什麼 因為從民調來看 你蔡英文的民調就比你家韓國瑜低那麼多 這怎麼樣我是24對你的16 所以他這句話講給誰聽的 講給民進黨內聽的 不要把民進黨講得那麼崇高 你們國民黨到現在制度都還沒訂 你看我們制度早就訂好了 大家都按照遊戲規則來 我講白了 2008年陳偉扁競選的時候 民進黨也為他修改規則 蔡英文上台要兼任黨主席 民進黨也為他修改規則 種種種種都不是制度 而是因人設施 為人量身定住 回過頭來講 講到外交的問題 當然這個偉翰這個年輕的老記者 就討人厭 因為記性非常好 所以記者馬英九時期 你們都沒有攻擊馬英九了 真的把觀眾的記憶力當成都消失不見了 剛剛事先講這一段的時候 其實我滿替他擔心的 因為我過上Google一大堆 我沒有攻擊 我就是說馬英九就是這樣 他一路被我罵到當總統 後來我罵不到他了 你看他就一直退步 他說就大傻屁外交 在那時候我沒有罵他 所以他就一直退步 他應該頒獎給你罵他 Anyway 那個時候 馬英九用外交修兵 民進黨局黨怎麼炮轟 外交修客 甘比亞一個國家斷交 那是因為什麼 外交修兵他自己認為說 我們給他不夠多 他希望先跟我們斷了以後 看看共產黨那邊會不會跟他建交 建交以後看可不可以拿更多 民進黨是怎麼樣舉黨之力 轟當時的外交部長 相對而言你們今天的吳釗瀉 斷了五國了 還很輕巧 很優雅 都覺得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有沒有民進黨 有沒有相同的標準對待吳釗瀉 沒有 所以你們到底是覺得 這個時候斷交的時候 民進黨又有一種說法 我想請教王議員的事 到底覺得撒幣是對還是不對 如果我們要維持邦交 剛才議員的意思說 撒幣是對的 馬英九撒幣我們也沒有非難他 所以只要能夠為國家的方交國好 我們都支持 可是當斷交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種說法 小黑人國 不要浪費錢 斷光了很好 我們就獨立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因人涉事的是誰 真的有雙重標準的又是誰 好 讓我講完 這個更好玩的是 蔡英文大概被逼急了 已經被逼上涼山了 因為相對於賴清德 直接點名韓國瑜 那就是你小英不行 小英不行的離開讓我來 所以蔡英文就要講一下 說趕快把海洋局 海洋局的辦公室還給人家 人家現在是希望讓海洋局的同仁 他在整修官邸 要讓海洋局的人 有更大的辦公空間 然後又攻擊 民進黨下面的人攻擊什麼 攻擊韓國瑜說花了94萬 你也要幫幫忙 結果人家馬上就找出來 蔡英文2016年7月12號 光是你總統府的壁紙 就花了94萬 人家韓國瑜是整個辦公室 整修花了94萬 然後你們現在叫人家要節儉一點 不是要省錢嗎 怎麼還花94萬 結果你光一個壁紙就94萬 這果然這個是大小姐一出手 就知有沒有對不對 大小姐的規格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然後去人家那邊 還去關心人家的海豚 拜託 你的離岸風力弄下去 白海豚都快要光光了 更不要說藻礁保育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出去關心別人之前 是不是先關心好台灣的問題 根本上我覺得賴清德跟蔡英文 雖然賴清德 現在看起來民調是高過蔡英文 但是我認為他們根本就是在互相照鏡子 只是鏡子裡面的那個是男的 性別改過來而已 沒有穿裙子 在這邊我要回應郭寬敏 什麼叫穿裙子的笨當總統 我告訴你平秀琳當總統 一定是一個很棒的總統 所以這個不要用什麼性別來去看 適不適合當領導人 身為女性這一點 我絕對幫蔡英文抗議 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為什麼說他們兩個好像在照鏡子 一對片圖 蔡英文選前說我要維持現狀 選後維持了嗎 邦交國五個劈啪的斷 國內經濟搞不起來 因為就沒有九二共識 所以你說維持現狀的前提都不存在 根本就不可能維持 好了 現在蔡英文吃虧 相對於賴清德 為什麼民調比較低 很簡單 因為賴清德還沒有上任 我為什麼說是兩個片圖在照鏡子 永遠在台下的時候 就像陳水扁一樣 獨立建國 證明致現 好 等到台上了 真的賴清德就比陳水扁 這麼有辦法 這麼有材料 陳水扁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賴清德上去就是做到了 還是說現在用這個東西在騙初選 因為初選都是民進黨的基本盤 包括涉扁這個議題也一樣 初選是全民調 對 初選是全民調 可是初選全民調的時候 他就是用這個號召 民進黨的基本盤通通出來支持他 我只要在你的這個 民進黨的基本盤裡面勝出以後 那麼中間選民 其實兩個人現在已經在比 誰比較辛辣 誰是小辣椒 不過我抗議 小辣椒是紅袖主 不要侮辱小辣椒是名字 這個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現在要應對 很簡單 這個趕快政策先出來 政策先出來 如果說人選沒有辦法那麼快出來 我覺得國民黨裡面精英很多 那你政策先出來 政策 基本的政策應該都是一樣 這就是黨中央的重要性之所在 先把所有的政策方向定出來以後 以後出來的候選 老百姓怎麼選 簡單 看誰有魄力 看誰有戰鬥力 就這個人出來對決 所以我認為賴清德現在 之所以佔優勢 而且我覺得賴清德更讓人家覺得 匪夷所思的是 他現在說什麼清出於藍 他是賴清德 比陳定南還要強調清廉 我真的是快要笑死 你都主張要涉扁 你還清出於藍 所以賴清德種種的主張 其實只是在於 蔡英文已經上台了 他的種種政策 你賴清德要告訴我們 你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蔡英文的政策你沒有反對的 你通通都支持的 現在你出來要反對他 你到底跟他有什麼不一樣 你挑戰他的正當性在哪裡 這個就可以檢驗 到底你是不是因為 你還沒有上台 所以可以騙得台灣的老百姓 對你還有幻想 等到你一上台以後 這些東西恐怕通通不會成真 包括涉扁的議題在內 如果涉扁真的這麼有票房的話 我必須要講 在民進黨的全代會裡面 陳菊跟蔡英文就不需要 一聽到有黨代表 舉手要射扁 兩個人就尿噸的方法逃跑了 所以我認為賴清德 現在提這個東西 只不過是想把 所有基本盤的票囊花回來 最後一點 為什麼賴清德說 我現在蔡英文出國的時候 我不要重新競選活動 很簡單 省政民民進黨 那些協調人來反我 反正只要我出現 就被你們找得到 然後又要延遲八天 他又要被臨遲八天對不對 我相信民進黨現在全黨 就上窮必落下黃泉的 就是要找方法去協調賴清德 不要跟蔡英文進行初選 因為只要一進行初選 我相信蔡英文是岌岌可危的 所以他這幾天不出來 趁著蔡英文在外面的時候 不出來也好 反正正好你們協調人 通通都不要找到我 省得我被黨內領袖 我很冷靜的聽惠玲議員這樣講 我以惠玲所講的內容口吻措詞 我才更體悟到說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藍綠這麼對立 然後從對立一直到這樣 後來變惡鬥 其實我覺得這種激化的言論 我現在找出原因了 如果說照惠玲那樣想著說 賴清德講的色扁 台獨 都是那麼偏激的 那一些利潤策略的話 你們更放心的不是嗎 更開心 對 你們更放心 更開心的去造神就好 這不是就是說 他等於是政治自殺嗎 可是你如果冷靜想 為什麼我們社會多數 接受這一些說法 因為社會自有一把尺 公正的在衡量 台灣獨立 包括色扁的事情 這不是說 只是你片面的惠玲 你的看法 還有我簡單講一個 真正的騙子 請你相信我 科學家的判斷 柯文哲 柯文哲是藍綠的公敵 他是社會最大的一個騙子 相信我 我不但是科學家 我還是理科先生 料理柯文哲的 你快料理成功了 我拒 selected 我拒絕